南韓啦啦隊女神李多慧日前宣布來台要加入中職的樂天桃園專屬啦啦隊樂天女孩 讓台灣的粉絲興奮不已 這李多慧會在14號第一次上場亮相 而外界最關心的薪資問題 他強調自己又不是球員 沒有所謂的簽約金 出席一場球賽就會拿到一次的薪水 只是金額會比在南韓的時候稍微高一點 不過他也表示不是因為錢而加入 而是想要累積更多的海外經驗 也感謝樂天桃園特別安排了住處給他 還幫忙出機票前接待他來台灣 接下來平均一個月會在台灣待上一週 以往返台韓的方式來兼顧兩邊的啦啦隊工作 而不如看到藝人小S他在這臉書的分享 家庭生活照 照片是他跟女兒在這餐桌上面吃飯 對此卻被作家李瑤的女兒 這李文在臉書頗文痛批 吃飯的李很噁心把女兒也都交壞了 更列出了12點的李儀 他很酸相信汪曉飛的用餐李儀不會像S家一樣 這北京人對於這個很在意的 而部分網友認同李文的看法 不過當然也有很多人是抱持著不一樣的看法 很多人認為說雖然不喜歡小S 不過這是跟家人在一起放鬆的樣子 再加陪家人怎麼樣放鬆就怎麼樣來就好了 請上這個夢夢水 獨家配方起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纏酸調節情緒增強抗安能力 還有德國氧氷菊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30分鐘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